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好也很不幸 因为他们射了个新的望远镜上去 就拍了很多新的东西回来 我已经就着力不过个礼拜说的了 不过上个礼拜我记得第一节都是说那些太空东西 但希望能够说服到大家 其实那些东西是漂亮的值得说的 是一些很漂亮的新发现 其实应该有几单东西 第一单就是有一个绿魔 Green Monster 就是一个超新星的爆发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历史的回股劇 在地球上 如果我们不用望着镜 其实我们是否目测我们都可以看到超新星的爆炸 这个就要回到历史文献的记载 但是如果未去到那么远的时候 如果有些听众朋友 如果去到80年代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都有几多的新闻 除了报道哈雷瑞星之外 也会追踪报道一个大约是1985、1986年爆炸的一个超新星 因为是说这些超新星爆发的现象 是可以肉眼都看到的 甚至乎光血上来 在日间的时候肉眼都看到的 如果再数回文献记载1000年前宋朝的时候 那个文献记载着有一伙叫做客星 客人的客客 就是那个guest 就是奔客那个客 他们记载着有一粒叫做客星的东西 它的光芒可以是日头都看到的 而且历史几个月都不退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古代1000年前已经有这个文献记载 然后到今时今日去量度 又发觉很有趣的 因为这些我们当时不知道是超新星爆发现象 但是爆完之后呢 很多违迹那些东西被我们看到的 所以我们今时今日去随着时间这样追踪 就是用一个以几年计的时间也好 还是以几十年计 几百年计的时间也好 你一路追踪着那粒超新星由爆发 一路去散开那些星层周围发散 然后剩下的星云呢 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来的 而且你还会看到中间爆完之后 那个核心的那粒星呢 最后会剩下什么在中间 那譬如说1000年前那个超新星 现在今时今日就是蟹状星云里面 有一粒宗旨星形成了 那其实就是这些这么动态的过程呢 如果能够由我们这些天文望远镜捕捉到呢 就非常精彩 那所以以往如果我们有哈勃 就用哈勃去看它 今时今日呢 用James Webb这个望远镜来看呢 重劲又可以看到多些东西 那所以今次的话呢 就是追踪到这个超新星爆发的那个星云的扩散 我们比对它先前那个光芒呢 就发觉呢 看到更加多更加精彩的东西 还有就看到整个呢 一个就是绿色的一个这样的影像呢 就好像看到 就是为什么我们就叫做一个六魔怪 一路膨胀着的那样的意思 嗯 但是它这个爆发的地方来我们很远的 就是Cassiopia 又它说就是一万一千光年以外的 算近的了 就是起码都是我们民河是以内的东西来的 你如果去到十万或者是再大一点的数字 就是民河是以外的东西 那这个说一万一千呢 我们自己民河是以内的东西来的 嗯 还有它爆了很久的了 就是几百年前爆了 到现在我们还看到是不是 是的 那其实几百年前也都是要凭当时的文献记载 那也都相信就是呢 我们一路有追踪来去看回去的 就是看一下和我们古人 就是我们对回那个文献当时的方位记录啊 和那个在哪个星座之间 我们有一个概念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追踪回呢 古人看到的是哪一个 哪一颗的星的 那当然当时就是刚刚爆了 现在就已经爆了一批东西了 那但是我们如果找到对的方位呢 我们就可以找回原本那个超新星爆发位置 那今天爆出来的那批东西变成了哪 那这样讲啦 用James Webb望远镜 又要讲多一次啦 他看到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呢 他比起哈盆望远镜呢 他是可以除了可见光之外呢 他可以看起雄外光的光谱的 所以对于呢 周围有多少热的东西啊 还有那些尘埃的追踪啊 那些整个分布呢 是会比起哈盆更清楚很多的 就是有一些原本他温度已经降得低了那些呢 你用了那个James Webb望远镜呢 会照看得到 那所以你可以将他整个形状结构追踪得更清楚 那他叫就叫绿魔怪啦 那你预了呢 他这个相片里面呢 会有一些颜色呢 就是硬上色上去的了 因为有部分的蛇线呢 就不是可见光的光谱的 是的OK 那但是他现在最紧要 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他这个超新星的报道 是我们观察到最近那次的吗 嗯 你说最近是那个 就是时间上最近 就是时间最近那次 不可以这么说 其实每天都看到超新星的 所以巴勒夫的差在就是 我们会不会每一粒都可以这么仔细地 找个James Webb望远镜去看真去的 因为基本上 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超新星爆发的那种追踪的灵魂度呢 是都不是什么新闻来的了 就是已经是可以经常去追踪的了 但是更加大的价值就 除了去爆那一刻 是去爆出来有没有其他的什么 比如重力波啊 钟眉子啊 还有不同的那些加码射线讯号啊 那整套东西呢 我们是希望追踪得更清楚的 那么这次这个就特地叫做 又是James Webb望远镜去表现肌肉了 将一个以往都看过知道爆了的东西 再追踪一次看他的声纹会出了什么东西了 嗯 好 可能他这个绿魔的典故 都是来自这个漫画的啊 我要查一下才知道 不敢肯定 不过他这个是不是说 他们会看清楚 会解释到那个爆炸的原因 如果你问我这个 就可能都会加添到一些讯息的 因为就是他对于那个红外光谱 对于他那个星层的追踪会更加仔细 那么这里又可以跳一跳回去 我们太阳系以内 其实James Webb同一亦都在这个礼拜 就公布了一个很精彩的资料 就是跟那个天王星有关 天王星是我们太阳系之内的 那么我们呢 其实如果大家深水清一点 你会听过就是说我们八大行星 除了这个土星很明显的土星环之外 其实木星都有一个很弱的木星环 然后呢我们甚至乎知道 天王星都是一个很弱的天王星的环 而且天王星的环最特别的地方 它整个环呢 跟它那个公转平面 成九十几度角的 就是它这个陀螺是拎的很紧要的 就是我们自己呢 譬如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跳上这个太阳系的头壳顶去看 我们就会看到太阳自己在逆时针转 然后周围所有东西都跟着它逆时针转 除了金星 不是 金星都是跟着逆时针转 但是它那个金星的自转就调转了方向了 就是呢 讲清楚一点 就是我们跳上去太阳系头 从头壳顶往上去呢 几乎所有东西都应该是要逆时针转的 无论是太阳的自转 地球的自转 月球的公转 地球的公转 甚至乎土星、木星那些这样的自转和高转 都应该要逆时针的 但是中间会有少少一些古怪的情况 譬如金星的自转会是古怪的 另外天王星的自转也是古怪的 金星的自转直到180度调转了 天王星的自转就领了九十几度 所以你看到它连星戴的环 就那个环不是伏在腰上 就伏在头壳顶上 就是伏在头壳顶上 就是这样的转 整个人是拎了这样的转 以往是看到很弱的环 但是这次呢 又是用这个James Webb望远镜 因为它有那个红外线的观察的关系 它的灵敏度也都高 那它看到呢 其实仔细一点是数了有十三个环 就是这个天王星上面 一环一环 枯着一环呢 是数到有十三个的 其实呢 就是如果我们用玉眼 由它的影像数出来呢 就数到十一个而已 但是有两个呢 已经重叠了一个地步很近 近到一个地方 近到一个地步 你是要用它那个统计数据来分开 其实那里是有两个环 是我们的眼睛都看不清楚 原来它们是要是 就是两个以为搭起来做一个 就是其实就这次也很精彩 就看到呢 这个天王星外面的环 由很多的冰粒所构成 它的温度是很低 那于是乎呢 你最好就用一个呢 有红外线涉影功能的一个这样的卫星呢 就拍得去就清楚点 否则你用可见光呢 可能你都看不到它 就是光弱到你很难看得到 那这个又是 就是用这个James Webb望远镜 一看东西 你发觉又是精彩点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超新星爆发 剩下的声音呢 也是同一个故事来的 其实也是 是啊 那James Webb就 时不时要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影像 那另外那个旧那个 哈勃望远镜 现在有什么作为呢 旧那个都不少东西 那这样呢 台长你要提一提我先 我都要撒出来 讲那个哈勃望远镜 是啊 那在这个礼拜呢 又是跟这些这样的天文有关 就是呢 就有人拍到一个很特别的天文现象 那我们知道有超新星爆发 然后呢 它最后的核心剩下来的 可以是一个中子星 或者可以是一个黑洞 视乎它的质量多还是少 质量重那些呢 里面会形成一个黑洞 那这些黑洞 我们纯粹知道 你如果有看一些科幻片 就知道它是一个引力很大的东西 将一些光都可以吸回头的东西 然后 于是乎它将自己的光都吸回头的话呢 我们就几乎看不到它在发光 我们只是看到周围的东西 几乎那些东西淋掉下去 最后一刻它还赶得切发一些光 它还在足够外围的地方 它还可以发到一些光给我们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间接地观测 中间有一块黑洞的东西 在吸引外面的东西进去 那其实我们对于 我们其实科学生也说过很多次 这些黑洞的报道 那甚至乎我们终于 比如说第一次和第二次 是拍到黑洞的影像 那也就是我们已经 确认了无数个天空上面的黑洞 这些天体在这里 有大有小 但是这次呢 为什么要特意抽这件事来说呢 就是刚刚在这个礼拜 就是找到一个很特别的 其实就是由哈佛那个数据那里 去帮忙找 就是其实不止哈佛 就是又加上一些 地面的一些望远镜 一起帮忙找 那就会找到一个 一个黑洞的系统 它是高速地行不进 它是高速地 被它自己本身的那个 星系就弹了出来 它弹了出来的那个速度 有多快呢 就有光速的1%那么快 就是大家可能听起来1%而已 但是光速很快 所以光速的1%都已经是很快的 而且是一个质量那么重的东西 可以被加速到一个那么大的速度 来去划过长空 如果说它说划过长空 就真的是不过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它划过的地带 在它的尾巴位置 是留下了一条长痕 在那条长痕上面 是大量的新的星星形成 就是说这个黑洞 它带着周围很多的星云 在它高速前进的期间 它也都将周围 原本很稳定分布的星云 扰乱了 令到那里突然之间 那些引力平衡被破坏 就形成了很多新的星星出来 那条星星划过那条带 足足有我们 两个我们的文学是那么长 所以是很夸张的一件事 你想想是由一个天体去自己 但是它因为它走过了一个很长的距离 它用这个速度来说是光速的1% 但是后面留下那条尾巴 是有20万光年 我们的银河本身的大小就是10万光年 它现在留下那条尾巴有20万光年 两倍我们的银河是那么长 所以你说是留下那条很长的尾巴就是这样的 而另一个有趣故事就是 当初那些天文学家去看的时候 看这些数据的时候 他们没有意识到是这件事的 因为台长你展示那张照片 大约你看到后面有纯粹一条痕画过 那条痕有时我们觉得 会不会只不过是一些叫做 由一些暗物质 或者由一些很大型的天体 给出来一些重力的扭曲现象 譬如一些叫做重力扭镜的现象 经常在哈勃、James Grab 这些天文照片都看得到 大家就会怀疑 这个会不会只不过是 一些重力扭镜扭曲出来的现象 但是后来他们的确认其实不是的 这个不是由其他的 星体的影像屈曲而形成的东西 这个真的是一条画过很长 上面是一行的星星在上面 新的星在上面 于是他们就确认了 哇 这次是叫做第一次看到 由一个已经叫做 我们已经叫做死亡了的星体 这个黑洞 但是它划破长空的时候 就带来很多新的星形成的诞生 所以那个画面的故事是挺壮丽的 我觉得是 但是这个不是照片来的 这个是那个画家 他根据刚才我们讲的 他就构思出来 我想比例都未必是对的 我想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是不是一个黑洞来的 是的 即是他们的那个 就是一个黑洞 就是一个黑洞 一路由画面的一个角落 就画去另一个角落 那后面就有一条尾巴在那裏 就不是整天可以形成到尾巴的 你要首先周围 本身已经有很多的星云在那裏 这个比喻好像什么呢 你去流冰也好 还是你突然之间在那个 在水面上用手指画一画那条线也好 就是你就可以想象 好像摩西分开红海那样 跟着两边的水涌回来 其实这个情形也是的 你画过长空 它就对周围整个物质的分布 有一个很大的干扰在那裏 那些东西就重新去 它就会越密的地方 就会越互相牵引 越疏的地方 越大家去远离 最后就很有利于 形成一行新的星星在那裏 但是那个黑洞 为什么会游走呢 这个又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了 好地地的黑洞 怎么会大走了呢 我想这里大家没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 如果你说在天文物理上 以前不少天文学家 现在宇宙文理学家也有想过这个问题 包括杨振宁教授的师傅 Fermy也有想过这些问题 就是宇宙上面加速到很高能的射线 那些粒子是怎样被加速到那么高的呢 但是譬如这些呢 就更加有趣了 整个天体这么大 它讲一个黑洞 黑洞本身都很重的东西 它可以被人踢到那么快 这个原因很可能就是牵涉到一些大型的爆炸事件 会不会是一些天体一大型爆炸将它炸开了 就是那个爆炸强的地步 连黑洞都跟我弹开 那你可以想象它原本是经历的那个多强的爆炸呢 那会是怎样的呢 那另外就是可能是一些 很多东西对撞的时候 对撞的时候 它不是一定要硬碰硬的两个星座在一起 刷新移过的时候 有机会就是一粒被减速一粒被加速 那这些那些叫重力 那些叫grafitational boosting的现象 会不会又是其中一个原因 令到它是越来越累积高速的速度 越来越快呢 那这样就可以发生 但是那个机率是否可以解释到呢 那我自己也不清楚 但是你要解释一样东西 这样一个黑洞这么大的天体 它为什么可以走得这么快呢 离不开这些原因 就是刚才我说的爆炸和对撞这些原因 而且黑洞有重量的 它这里说的是二千万个太阳 是 如果你要说二千万个太阳 就是这种的数量级 它不是讲一个单独的星体 就是它直接是一个整个 好像临河核心那样的一个超巨型黑洞来的 就是如果你是纯粹单一个那些黑洞 其实它在讲 由三个太阳质量至六十个太阳质量不等 就是其实都是几十的 但是如果是以千万计的太阳质量这些 这些一定就是属于一些 银河核心中间的超巨型黑洞来的 好 那我们这一周结束 我们下一次再回来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 请贝市上留言